现在看第一种甲元宝 甲元宝针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切好针之后 现在我们就是开始织第一行 这个第一行朝向我们的就是正面 那么第一行的第一针 一般都是要织的 到后面的每一行的第一针 我们就不织 片织的一般第一针都是滑针的 第一针我们织到一个下针 接着我们第二针织上针 第三针织下针 好我们重复 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一针下 重复直到最后 最后一针织上针 来到反面第二行 第一针呢 我们就要现在要滑针了 它是下针 我们就正条不织 那么反面第二行的织法 就是咱们这一行 除了第一针滑针 后面全部都织上针 最后一针也是上针 第三行正面行 那么后面的织法 咱们就是不断地重复 刚才的第一行第二行的织法 因为它是两针两行 一个花形 好第一针同样是下针 我们就正条不织 接着咱们又是开始 一针上 一针下 重复一针上一针下 一直织到最后 最后一针是上针 来到第四行反面行 第四行织法又跟第二行一样 第一针同样是滑针 它是下针 咱们就以织下针的方式 条下不织 后面就全部都织上针 这个甲元宝呢 就是不断地重复这两行的织法 一直的去织就可以了 甲元宝针织完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反面 咱们也是从第一行开始 这个也是我们的正面行 好第一行的第一针 咱们也是要织的 织一个下针 接着第二针 咱们支线带上来 反条第二针布支 支线呢 就让它在右针的上面 第三针 咱们就这样带线 支一个下针 所以第二针呢 看起来就会有两个线圈 其实是一针 好重复 支线带上来 反条一针布支 再去支下一个下针 注意这个支线呢 是在右针的上面的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再去支一个下针 这就是第一行的支法 告诉第二针 也是反条 最后一针支一个下针 第二行反面行 第一针是上针 所以咱们就上条布支 再把支线放下去 第二针 咱们要这两个线圈 就是这个搭线和这个下针的两个线圈 咱们同时支一个下针 第三针支上针 接着咱们重复第二第三针 这两针的支法 两个线圈的一个下针 再是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上针是一个线圈 下针呢 就是两个线圈 同时路针 这就是反面行的支法 最后也是一样的 一个下 最后一个上 来到正面第三行 那么第三行的支法 跟第一行是一样的 也就是咱们又是重复 第一第二 这两行的支法 第一针是下针 我们就下条布支 好 支线带上来 反条这个上针布支 再支第三个下针的时候 这个支线一定要记得 是在右针的上面 好 重复 反条上针 支一个下针 反条上针 支一个下针 最后一针也是下针 第四行反面行 它的支法跟第二行是一样 好 第一针是上针 我们就上条布支 片支的时候 一般首尾都是滑针的 好 接下来支线放下去 第二针是下针 它有两个线圈 同时路针 一个下针 一个正常的上针 重复 两个线圈的下针 正常的上针 两个线圈的下针 正常的上针 这就是单元宝的 这两行的支法 就这样 一直重复的支就可以 单元宝针支完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正面 它会比较饱满 这个是它的反面 会显得比较平整 这个就像链条一样 现在来看一下 双元宝针的支法 我们也是现在第一行 朝向我们的是正面 第一行的第一针 咱们要支 我们支一个下针 接着支线带上来 反挑第二针布支 接着再支 第三针支一个下针 支线还是在右针的上面 好 咱们重复第二第三针的支法 支线带上来 反挑一针布支 然后支一个下针 支线带上来 反挑布支 一个下针 最后两针也是一样的 反挑第二 倒数第二针布支 最后一针支一个下针 来到反面第二行 第一针是上针 咱们反挑布支 支线放下去 第二针是下针 有两个线圈 咱们同时路针 穿过这两个线圈 支一个下针 好 接着咱们支线带上来 反挑这个上针布支 支线还是在右针上面 支这个下针 下针有两个线圈 好 我们就重复 反挑上针 两个线圈的下针 反挑上针 两个线圈的下针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上针 来到正面第三行 第一针是下针 咱们就正条布支 接着咱们 反挑上针布支 注意反挑之前 这个支线一定是在上面 然后我们在两个线圈支 下针 反挑上针布支 两个线圈的下针 第四行 第一针反挑布支 滑针 把支线放下去 第二针是下针 咱们就两个线圈一起路针 好 好 再把支线带上来 反挑上针布支 下针两个线圈 也就是双元宝的支法 就是正面反面 它们的支法都一样 永远都是上针 反挑布支 然后支线记组 在右针的上面 再去支 这个两个线圈的下针 不管正面还是反面 都是这样的 反挑上针布支 两个线圈的下针 双元宝针之王呢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它就是正面是这样的 像链条一样 非常平整 然后反面呢 也是这样的 它正面反面的花形呢 都是一样的 现在来看一下 三角形的圆宝针 该怎么支 那这种圆宝针呢 咱们要起三针 咱们直起三针 起完三针之后 现在是第一行 第一行的第一针 咱们反挑布支 支线放下去 第二针咱们支下针 第三针之上针 第二行 那第二行呢 我们要开始加针 我们每一行 从第二行开始 每一行都在最开始的右侧来加针 因为这里第一针是下针 所以咱们是这样来加针的 好 我们是这样来加针的 然后呢 压住这个地方 咱们现在第一针要支下针 正常的路针呢 是这样路针支的 那这个三角形的圆宝呢 咱们是从 就是这个线圈底下 有个V字形的辫子 咱们是从这个地方路针 支一个下针 好 第二针支上针 上针呢 咱们就是正常的支 第三针 是下针 如果最后一针是下针 咱们就统一的支成纽针的下针 翻过来 第三行 第三行咱们又要加针 因为第一针是上针 所以咱们就这样来加针 右针放到支线的下面 咱们这样来绕线一圈 好 也是先按住这个地方 穿到这个线圈里面 如果是上针 咱们就是正常的编织 支线放下去 碰到是下针呢 咱们就要从它 从这个棒针上线圈 底下的这个V字形的辫子里面 路针 咱们是从下面这个辫子路针 支下针 第三针是上针 所有的上针正常编织 最后一针是下针的时候 咱们就支扭针的下针 再翻过来 一针是上针 所以咱们又是 以这种方式来加一针 然后正常的支一个上针 所有的上针正常支 所有的下针 除了最后一针 所有的下针都是从 下面这个V字形的辫子里面 从这里面路针 支一个下针 又是一个上针 然后又是一个下针 同样是从底下针的路针来编织 最后一针是上针正常编织 就这样的一直重复 这样的方法 一直去加针 一直去支 好 第一针是下针 所以咱们这样来加针 然后呢 穿到它底下的这个线圈里面 底下的这个辫子里面 支一个下针 第二针正常的支一个上针 第三针 下针 第四针正常的上针 第五针下针 又是从底下的辫子路针 最后一针是上针 这就是三角形圆宝的片枝的方法 三角形的圆宝织完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你就是一直知道 你自己需要的大小就可以 它其实两面的花形呢 也是都一样的 今天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拜拜